喝酒跟开车是两码事 所以我只是当初犯了错 把它混在一块 所以喝酒照样配合 李白是我的偶像 宋少青三度酒驾复工 追到真相超无奈 世界不止一个黄安 对之前的事情算是要处理好 对对对对 该缴的都缴完了 驾照也缴出去了 车子也卖掉了 54次宋少青20号摊班 爱图古腰威MV拍摄 不过类自从2021年 酒驾事件 宋少青就显手露面 原定出席的活动也两度神盈 去酒死性不改 今天又喝醉了 所以来不了了 没有了 我在董哥的活动 公益活动之前 我就已经告诉董哥说 我在花莲没办法赶回来 我们30年的交情 他可能也为了要帮我还假 所以相对他就说 那个少青在家那边照顾妈妈等等 就偷火而出 倒不是说董哥故意的说 我翘班不去参加他的活动 那优质真面前会哪一次呢 就是把我解困哪一次 就像今天这样子 不要把焦点给混淆 那原本人家是为了关怀老人的 那里面最年轻的就是我跟谢祖母 结果我去了以后 反而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 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所以干脆就先 先让那个活动继续进行 啊失焦就对了 对对对 那今天来你看还是一样 他没有曾经说是三次不是五次啊 不过四处这个已经也不是重点了 因为说句实在话 错了就错了 所以一次也不要了 那如何走来就会哭 喝酒跟开车是两码事儿 所以我只是当初犯了错 把它混在一块儿 所以喝酒照样配合 李白是我的偶像 哈哈哈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重来的话老师会怎么样做选择 那没有什么选择不选择的问题 小孩才做选择 所以时间也不可能倒流 那么就错了就承认 然后就改进 然后继续的往前走 上京哥要不要用前辈的身份 教导一下这些晚辈 在演艺圈有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们既然身为公众人物 我们自己的言行要注意之外 萧芳讲的 练习练习再练习 机会没有说什么给你准备好的人 只有我们一直不断的练习 那才叫做一直在做准备 老师贤姐姐在脸书上有po文 说好有黄安离世 对 全世界不是只有一个黄安 就好像全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 屈中恒好吗 还有一个一夫一母的双胞胎兄弟 OK 所以那是我的好朋友黄安 虽然他也是音乐人 对 都是做音乐人 我只能信心 asleep 嗯 信心 by bwd6